我是半拉 哦不 我是土豆 自从半拉拔牙种成了猪头之后 它不是要天上的鲜鲜 就是要吃美味的烤鸡 今天还要我给它讲故事 讲一个排球能带来什么后果 一个排球能干什么嘛 按一下按钮 它就滚下来了 然后碰到了前面的竹块 竹块滚呀滚 就像人生开了罐 直到碰到了感压器 让前面一大堆的杀力 瞬间瓦解 哇 全没了 杀堆中的一个小杀块 落在了山上的水池 让水滴崩溃 引发了大水 大水让一块电池 七上八下 以惊人的速度冲到了前面 这里的村民被吓得赶紧跑 甚至连行李都忘了带了 他来到了一个小木屋 原来这里藏着他的释放钱 他换上了一身好衣服 戴上释放钱 又继续逃难 逃着逃着 踢倒了一棵大树 树不小心挤走了一艘船 这下村民 没有船继续逃难了 他渡不了河了 只能想象一下以后的美好生活 但是他想不到 头对上满是问号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骑车的人还在骑车 搬沙子的人还在搬沙子 吃瓜群众还在吃瓜 而村民却想起来了 自己可以在迷你世界里 想象一下自己的美好生活 哈哈 我可真厉害 故事结束了 你们说本来会满意不 那我好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